纵观华语女演员,能坐拥台湾金马奖、香港金像奖和柏林影展三大影后,除了张曼玉之外,也就只有萧芳芳了。 此外,萧芳芳更与张国荣、梁朝为两大港星,被美国CNN评选为亚洲最伟大演员。 然而,萧芳芳的感情世界,精彩程度却一点也不输演艺事业。 无奈萧芳芳竭离42年的老公张政府罹患已造癌,癌症病况恶化,在睡梦中过世,享受82岁,昨日日举行告别追思会。 萧芳芳最知名、最惨烈的两段情,非谢贤与秦祥林莫属,前者是谢霆锋爸爸,而后者则曾和女神林青霞,男神秦汉有助简不断理还乱的三角关系。 作为彼时演艺圈的当红彩郡,谢贤与秦祥林的感情世界当然不拘红玫瑰与白玫瑰,绯闻,恋爱甚嚣尘上,唯独萧芳芳,却是谢贤与秦祥林口中最难忘前任,就是那永恒的朱砂智与白月光。 当年,22岁的萧芳芳与33岁的谢贤,相识于电影金欧,相差11岁的两人,交往一年多便出现价值观差异。 33岁的谢贤有助不安于世的玩心,而22岁的萧芳芳却渴望出国念书,但谢贤却直言, 我连玩耍时间都不够,你要我去学英文干嘛,为此,萧芳芳当机力断斩情思。 多年后,谢贤曾在节目中透露,她萧芳芳是个好女生,跟她分手后觉得好险,好险我没有拖累她,我做了一件好伟大的事。 说住说住,谢贤却难掩失落,但她是第一个跟我提分手的女友。 与分手后,萧芳芳赴美修读新泽西州西东大学大众传播及亚洲研究学史,恋爱更谈得有热烈,分别与中国人,外国人各定了一次婚,却全失败收场。 对于这两段海外情史,萧芳芳仅留下一句,那两段感情,我都是结束了爱情,清醒了生命。 返回香港的萧芳芳,在电影《广岛念八》中与秦祥林相识相恋,两人于1975年结婚,未料这段婚姻却仅继维持短短三年,婚后的秦祥林不甘寂寞,仍四处碾花惹草,和林青霞与邓丽君陆续爆出花边新闻。 不过,最令人心碎的是,秦祥林是个爱赌之徒,据传,秦祥林曾赌博到三更半夜才回家,萧芳芳不愿意开门,气得秦祥林跑去找警察。 门一开,秦祥林一巴掌甩在萧芳芳脸上,萧芳芳断然离婚,谈及这段婚姻。 萧芳芳说,如果夫妻要幸福,必须三分靠运气,七分靠努力。 自幼梨幻尔籍的萧芳芳,二岁左耳师聪,目前双耳全聋,以童星身份出道的萧芳芳,从小便时常在孤单中度过,屏住女人四十永夺柏林影后之际,萧芳芳对媒体说道,不断学习,让我明白人生可以很辽阔,她不只有单一面向。 在经历轰轰烈烈的感情后,萧芳芳与人称张公的张政府结婚至今42年,张政府不仅是资深媒体高层,亚洲卫星电视的开创者,更与萧芳芳是认识十年的好友,我和老公处事态度很相似,在一起很愉快,婚姻不可能常常顺利。 但最要紧是,双方人升官一定要相同。 现年75岁的萧芳芳,淡出荧光幕多年,并成立护苗基金会,推广而少性侵防治,如今想见一面萧芳芳,大概仅能在慈善晚会上一堵她那历经沧桑后,所留下的智慧痕迹,偶尔开怀大笑时,眼角间的皱纹,更令人如目春风。 聪明伶俐的萧芳芳在二岁那一年,突然患上了严重的耳机,细心的成峰会在照顾萧芳芳的时候,发现喊教她的时候,总是不知道回应。 当萧芳芳父亲萧乃震知道这种情况后,就赶紧带她去当地比较有名气的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让萧芳芳父母痛苦不已。 医生说萧芳芳的诱饵听力出现障碍,什么事情都没有孩子的身体重要,萧芳芳父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为了能够治好萧芳芳的耳机,一家人去了香港,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萧乃震一边做生意一边给萧芳芳找名医,母亲则寸步不离地陪在萧芳芳身边。 萧芳芳的父母希望遇到神医,能够医好女儿的耳朵,但好景不长。 不但萧芳芳病情没有好转,父亲萧乃震也患上了不治之症,真的是祸不单行。 为了给父亲治病,不但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欠下了很多债务,但最终还是没能留住萧乃震。 就这样,萧芳芳的父亲撒手人寰,留下可怜的母女俩相依为命。 萧乃震的离去,给萧芳芳母亲带来巨大的伤害。 萧芳芳母亲和父亲感情非常好。 自从萧乃震去世之后,萧芳芳母亲因太过伤心,曾经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的变故让衣食无忧的母女二人无法接受。 一次偶然的机会,萧芳芳认识了剧组的导演。 导演看着一个女人带着女儿生活这么艰苦,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就考虑给萧芳芳演戏的机会。 刚刚六岁的萧芳芳就正式进入了娱乐圈。 萧芳芳虽然年龄小,但物性非常高,她把人物角色演绎得非常真实。 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电影中,母亲也看出了她的演戏天赋,就决定让萧芳芳在这条路上继续发展下去。 1967年,谢贤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孩子鞭子倒了电影窗。 风流倜傥的谢贤对萧芳芳一见钟情,此时的谢贤也刚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恋爱。 饥渴难耐的谢贤对萧芳芳展开猛烈的追求,萧芳芳当然逃不出情场高手谢贤的手掌心,两个人开始正式交往。 20岁的萧芳芳就这样投入了33岁谢贤的怀抱。 情长小白的萧芳芳刚开始对谢贤也非常迷恋,谢贤对她关爱有加,时不时的浪漫满足了萧芳芳芳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但随着时间的流失,谢贤渐渐露出了真实面目,萧芳芳芳非常爱学习,而谢贤是典型的花花公子。 每天怎么痛快怎么玩,萧芳芳看着整天花天酒地的谢贤,突然醒悟过来,这根本不是自己理想中恋人的样子。 所以她决定离开谢贤,就主动提出了分手。 1973年,萧芳芳又开始了第二段感情。 她和秦祥林因出演广道念巴音戏生情,萧芳芳被温柔体贴的秦祥林所吸引。 萧芳芳做梦都没有想到,秦祥林竟是一名伪君子。 都说恋爱中的女生智商为零,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萧芳芳当时就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认识秦祥林的第二年,两人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谁知,结婚后的秦祥林来了个360度大转变。 她对萧芳芳失去了耐心,一点小时就和萧芳芳争论不休,而秦祥林的母亲总是护着自己的儿子。 这些萧芳芳还都能忍受,但更过分的是秦祥林竟然经常夜不归宿,整天在外吃喝玩乐,喝醉酒回家后也经常找事。 忍无可忍的萧芳芳提出了分居,两人还没有正式办理离婚手续,秦祥林就耐不住寂寞去追求林青霞。 这件事在当时娱乐圈闹得人尽皆知,秦祥林渣男本质暴露得非常彻底。 因为萧芳芳对这段感情太过认真,离婚后的她非常伤心,但很快萧芳芳调整好心态,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此后萧芳芳还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名惊人的电影跳会,这部电影上映后非同凡响,口碑票房双丰收,也因此让萧芳芳再次名声大噪。 1980年,萧芳芳不但事业上有了新的突破,也遇到了自己的真爱。 萧芳芳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TVB高层管理张政府,俩人相见恨晚。 张政府不但有很强的事业心,对感情也非常的专一,这正是萧芳芳理想中的婚姻生活。 婚后萧芳芳还生下了两个女儿,夫妻俩恩爱非常。 1995年,拍摄女人四十这部影片的时候,萧芳芳已经完全听不见了,但她还是坚持拍完了影片。 萧芳芳也凭借此片,连续获得金像奖、金马奖以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等四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奖项,成为季张曼玉之后第二位获得柏林影后的华人女星。 此后因天意弄人,长期遭受尔极困扰的萧芳芳在出演完《麻雀飞龙》后,宣布淡出影坛,开始专心于公益事业,不仅人美稀好,生活中无论是才艺还是卫人,她都有很多让人钦佩之处,是真正得意双心的老艺术家。 萧芳芳的一生,比她所演绎的数百个角色还要精彩得多,不论是年少时为了生活独立自强,还是为了提升自我抛却繁华富美流血,亦或是为了慈善事业四处奔波,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努力奋斗的女性形象。 萧芳芳的一生。 萧芳芳的一生。